大家好,我是Sarika 3月15日沙田马场戏马强劲 有国际一级赛女皇银戏纪念杯 还有宝马香港打比大赛 连巨星欣志丹都会入场打气 兼做班长嘉宾 你又怎样可以错过呢? 立即出动Race Simulator 帮手避震心水肠子吧 第九场赛事 2000米一级赛香港打比大赛 是全日焦点赛事 六号码精彩斗士 上将在千八米精彦杯 仅以马臂位输给三号码 熟南屈居亚军 表面看似乎寄信一筹 但前领骑士莫雷拉 这次仍然为他压阵 他看来仍然对这匹码充满信心 不知Race Simulator 又怎样看他的增胜机会呢? 这部机会时候 熟南应声弹出 准备就绪泳彩彬分分都出得快 王者无敌带印银子精彩斗士都不办 战利品马上就马上骑起来 战利品马上骑起来 战利品马上骑起来 捕捉正常的 熟南在前面领先一马位 准备就绪泳彩彬分紧随其后 两马位之后就是大印银子 战利品美丽大师在外党开始发力了 正彩斗士好定的守着内囊 两位没动的 进来就直路了 前面熟南一骑领先两马位 看看能不能走 战利品马上骑上来 拉出外党冲就美丽大师追了200米 前面熟南走势有点转弱了 外党美丽大师两位冲得很厉害 我让美丽大师追得更厉害 过了美丽大师第一 战利品第二 大印银子第三 精彩斗士没断冲斥 虽然不错 但结果只有追字 最后只是跑耿颈四 表现没预期那么好 接下来就到我的分析了 跟刚才的《Cirulator》那些 有点不同 精彩斗士上将在经典杯 虽然屈居亚军 他除了入直路后 法力早了一点之外 都只是紧紧输给 全城一步不洩的浩南 他的能力应该在浩南之上 先将他能力评级 提升到105 跑法方面 精彩斗士上将采取前置策略 效果虽然不错 但留前斗后 始终只是他最佳的跑法 大赛当前 希望他会采取他擅长的策略 其他对手有点 4号马戴恩银子 和精彩斗士一样 都是较为擅长留前斗后跑法的马 今次排中档起步 预计早段将会留在马群中游 甚至较后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一起再看看吧 现在是什么时候 浩南应声弹出 准备奘水泳彩斑分也出得快 王者无敌 带印银子精彩斗士也不慢 战利品快要骗你 开始线线弯 普速很慢 准备奘水过了洪南领先半个马位 不过外跌还没埋得难 泳彩斑分紧随其后 精彩斗士带印银子一项外档 开始发力了 进来最后直路了 前面准备奘水仪押着红南荣彩纷纷 战利品精彩斗士带印银子 几匹实力马都不敢抬慢 分别由内外档骑上来 直震撼美丽大师在内档正在找路 将200米 前面准备奘水仪领先一马位 大外档精彩斗士带印银子 两个暴冲得很厉害 一起迫上来 前面精彩斗士带印银子 一起上来过了准备奘水 两个马拍着刀的时候 精彩斗士始终押着带印银子 过了准备精彩斗士第一 带印银子第二 战利品第三 直震撼后赏第四 大家是否都很想调教自己的 心水数据预测赛果呢 快点透过以下这个网址 又或者QR Code 免费下载Race Simulator